萬劉的球迷 一家米 早晨 早晨 is good morning 早晨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第二節的萬劉早人節目 第一節節目跟大家說了 兩個球員肯定是受傷的 包括馬天尼斯和蓮特洛夫 至於華拉尼的情況 我今早做節目的時候 告訴大家我未清楚 但現在做完fact check 之後 發覺應該是虛經一場的 因為正如我今早所說 官網沒有說到他受傷 但有些人報料給我聽 好像他頭有些問題 但看清楚 終於找到消息來源 就是The Athletic的一個報導 原來華拉尼剛剛接受了法國媒體 的訪問 說回他之前 在法國國家隊和皇馬的時候 頭部撞傷的情況 亦都 告訴大家一些年輕的足球員 怎樣可以保護自己的頭部 以及 一定程度上 亦都解釋了 為何華拉尼在曼聯的歲月裏面 都比較養生的踢法 不如跟大家趁這個機會說說 The Athletic這宗報導 究竟華拉尼接受訪問 說了些甚麼 好嗎 今節的問題問大家 上一次就問了我們明晚對著 Celsea那場球 究竟我們的中堅組合是哪兩個 但是現在 華拉尼 看個勢 應該可以踢的 究竟你們的中堅組合 比起今早的影片 是一樣 還是華拉尼可能會出回華拉尼 代表我們曼聯的其中一邊呢 大家請留言 好 The Athletic的報導就是這樣說的 華拉尼終於跟大家分享 他兩次主要是 在足球比賽場上高 受到頭部撞擊的一些經驗 他就說 很多球員對於頂頭槌 或者頭部的受傷 我認識不是那麼深 很多時候會令到大家的傷勢忽略了 他就分享了兩次 一次就發覺國家隊 一次就是在皇馬時候的一些經驗 他說在2014年 世界盃16強的賽事 對著Nigeria 即是尼日利亞的時候 他就給了一個球 省到他的Tempo Tempo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應該就是太陽月 當時來說 省完那一下之後 他就繼續踢球 但是那場球如下的賽事 對於他來說 就去了一個 自動導航系統 即是自動導航系統 他說如果當時有人跟我說話的話 我就真的不知道我會不會反應 因為 那場比賽之後 我已經完全忘記了 撞到太陽月之後 長波發生什麼事 但是 他完場之後 就沒有胃口 脫水 還有 體重下降 這些跡象 當時對於他來說 他都沒有理到 下一場八強賽事 對著德國 他是照樣上陣的 但是很可惜 那場球他的表現 非常之差 由於已經是傷緊 所以法國隊 當時來說 就輸一比零 但是 他一直都沒有分享 這個經驗 直到大約 現在都十年之後 才分享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害怕的 大家覺得 你也是找個藉口而已 那麼他就說 其實呢 如果看回頭 現在十年前 如果我在 對於 對德國隊那場 再撞到 再撞到頭的話 我真的不能夠想像 有什麼事會發生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在短時間 連續 多過一次的 頭部受傷的話 就真是致命的 是不是 當時來說 我沒有小孩 也都沒有結婚 所以我就沒有理那麼多 但是現在 我有三個小朋友 所以我的想法 就有少少不同 正如我剛才 開廁所說 我講的 就是說 為什麼華拉尼 踢得這麼養生呢 一定程度上都是 因為他知道 自己是一個 Family man 他除了是一個老公之外 也是三個小朋友的爸爸 所以他就會比較穩陣 一點 然後他就說 剛才那個是十年前 另外六年前 當他代表皇馬上陣的時候 他說那場球是對基達菲的 他就是 Taking a ball to head 也是被那個球省了 然後 連續幾天 都覺得很疲倦 他說對基達菲的那場球是西甲 之後就是對曼城 那場球是16強的第2回合 歐聯 他仍然都繼續上陣 但是 他 熱身的時候已經感覺 很奇怪 感覺自己 好像一個觀眾似的 那結果 他那晚的表現也相當差勁 他兩個的錯誤 也 令到 黃馬 那場球 輸了 2比1 OK 話雷尼就說 當時他不知道 有一件事叫 Micro Concussion 因為Concussion就是 撞到頭 暈倒了 他原來叫 微小 腦震盪 那就是 小小小小的 去領治到一個大的腦震盪 他說直到今季 當曼聯叫他 不要 在訓練時間 頂波超過10次 他才知道原來有這樣的 什麼事 OK 所以呢 我看到剛剛今天第一節的片 很多 朋友就罵 萬聯的軍醫 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球員一雙再雙 這個 我覺得萬聯軍醫團隊 是讚無龐大的 但是 另一方面 我經常都說 看東西要看另一個角度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我想就不是就是萬聯的 是現代的足球 到現在這一刻 因為運動科學的先進 我相信 那些醫療團隊很多時候就知道有些什麼 對於球員來說有些長遠的問題 或者長遠的傷害 所以 站在一個道德的立場 他們都叫球員比較小心一點 都是那句 不只是萬聯的 我相信 大部分的強隊都是這樣做 如果 有些資訊 例如這個 頂頭錘的資訊 你知道都不跟球員說的話 我覺得在一個道德上 就有些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另一個角度去看 為什麼那些球員那麼容易受傷 因為 那些球員 講一句粗俗一點 就叫做什麼 經貴了 不是粗俗 不是粗俗 說一句 大家明白一點 就是經貴了 所以小隻的傷就已經是5尺了 這樣 這個也是一個 另一個角度去看 不過又是那句 這個也不是萬聯獨特的情況 為什麼萬聯特別嚴重呢 或者其實萬聯是不是特別嚴重呢 說真的我今天就沒有時間去做 比較一下 其他 大家都是差不多的球隊 究竟受傷的情況 哪個厲害一點 我記得我在季初的時候已經做過一次了 發覺原來這個英超的球隊 這個球季 英超球隊來說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萬聯和紐卡蘇特別嚴重的 到了球季的現在這一刻 變快點 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沒有時間做這個research 不好意思 大家如果找到相關有人做了這個research 的話 就麻煩你分享給我 我就可以和大家分享 Anyway 都是那句 無論是 就是輪換 戰術 雙細這些 都是要相對的 不只是看萬聯 要看其他球會比較之下 大家類似的球會比較之下 才知道萬聯是差一點 還是只是平均數 或者是平均數 OK 但是有趣的 華拉利 雖然現在 萬聯已經叫他訓練的時候 不要頂球超過十次 但是 當你正式比賽 你就沒有計算那麼多 你正式比賽 沒可能計算自己頂十球 就不再頂的 這是沒可能的事 所以 他就說 始終在 真正的比賽裡面 就很難去預計到 或者 去預測到 究竟那個頭部受傷 有多大影響 以及怎樣影響 但是 他也這麼說 他始終覺得 就算在真實比賽 不能夠防備之外 在訓練的時候 頂少一些球 都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因為他自己也有個兒子 現在是七歲的 都有踢球 他 也叫他 叫兒子 盡量不要用頭頂球 這個 也一定程度上解釋了 為什麼 現在的球員 頭鎚 相對來說 比以前差很多 你看我們的前鋒球員就知道了 基本上 每個人都不懂得頂頭鎚 或者頂都頂得不好 其實 一個重要的元素 就是練習少了 這一點我覺得 沒有一個完美的答案 因為頭鎚 當然 是足球 可以 利用來入球的一個部位 就是你的頭 但是如果你練習 經常練頭鎚的話 你頭鎚當然會厲害一點 但問題就是你腳受傷 或者腦震盪的機會大了 好不好 如果你練少一點的話 真實比賽 去到一些頭鎚的機會 你又頂得沒有那麼好 這件事怎麼去平衡呢 我相信 完全沒有一個肯定答案的問題 大家 除了留言 說 聽完這一節之後 你覺得 我們對車路士的中堅配搭 怎樣都好 當然 歡迎你們留言 究竟 頭鎚這件事 將來應該怎麼搞呢 其實去到極端 我說去到極端 不是我的看法 純粹說 如果去到極端的話 可能就是說 是不是不能用頭鎚頂球呢 那就真正正的 要保護到球員了 會不會去到極端呢 大家歡迎 留言 討論一下 這次到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拜拜